三线猫尾草之力 三线猫尾草是什么玩意啊 卡槽里面给了四张植物卡牌 666眼光的毁灭锅是亮着的 看来大夫还有点良心 后面有一本武林秘籍 买不起买不起 樱桃香婆也买不起 最后一个是三线猫尾草 就算把猴器全部卖了也不够啊 算了 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一个绿色罐子 不对 这下面有很多阴影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旁边呢有一圈僵尸罐子 难道因为今天是七夕 所以要团圆一下 那咱们再一次先开僵尸罐子 傻东西啊这是 全部都是植物也就算了 都是荷叶大哥是什么意思 老演员了呀 那么中间的植物罐子里面是什么呢 全是僵尸 你这占一排都能拍全家福了吧 问题不大 有黑黑的蘑菇就可以了 希望第一个开出来的不是二爷 五王僵尸 那你这不是来送卡牌的吗 毁灭雾一众 直接给我五张子卡就完事了 过这一关不是轻轻酥 啊怎么全是碗兜啊 哼哼 我是捅了你们的窝嘛 不过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咱们可以试一试 来吧 这一次的卡牌肯定不错 又多了一个臭皮匠 我不服 咱们再来 这是传绕中无敌的二爷吗 怎么还去罐子里面玩呢 我真的是服了你个老六 啊好 还好我及时阻止了二爷僵尸 下一次呢 我要试着武林秘籍 不过这钱也不够啊 那么这样吧 祝大家越来越好看 看能不能给我点阳光运用 OK 阳光还真的够了 6666一阳光 直接把咱们的武林秘籍中在地上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 就是 我管 还是说功夫我管 能行吗 这玩意儿 不管那么多了 出来吧 小僵尸们 这一次二爷出来也没有用 直接一屁股作死 什么情况 为什么秒杀不了二爷呀 哎哎哎 二爷二爷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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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兄弟们 把二爷老六打在公民上 这回合 我直接祝福你们下半年 一定找到对象 运气暴增 哎呀 还真的管用 66666阳光 东下樱桃降波 咱们试一下它的威力吧 随便叫一个小僵尸出来 只要不是二爷 我觉得都可以解决 啊 这是啥 练习了两年半的练习生吗 我们的箱谱发生的也是篮球 你们两个需不需要换一个BGM 给了一个冰管 来吧 小僵尸 我又来了 哎 不是 怎么又是二爷 冰管也去偷学篮球去了 我真的是服了 这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啊 算了 还是要靠三线箱谱呀 这次要做什么好呢 呃 祝你们下半年直接报复 OK 三线箱谱出来了 那么废话不误的说 僵尸也出来吧 这是发射的玉米大棒 太离谱了 但是伤害好像不太够 又给了一个香味葵 不知道这玩意争不争气 三线箱谱 我有两个三线箱谱了 今天运气可以啊 小伙伴们 把荷叶全部注上 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箱谱 这样呢 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我们再等一会儿 看看香味葵给我们什么东西 快快快 香味葵大哥快点下蛋呀 我这两个 我有点不敢下手啊 祝你早生瓜子好吧 早生瓜子 哦 还真的又给了一个三线箱谱 那这还等什么 直接开打 又给了一个毁灭壶 那这不直接下班了吗 兄弟们 把这些罐子全部敲开 然后直接一个毁灭壶 小僵师们 拜拜了 我是水星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